先介紹一下我們團隊主要是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在那個 噢,燈太亮了 那現在就,不好意思 我還是簡單開始一下 我等一下先,我還是先照顧一下計劃子跟衛磁繞 那這位現在是上千 自從六千來了 那現在就是要介紹 六千團隊現在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大家這時候就是開始 已經開始做採訪了 有什麼問題就可以開始 邊聽可以邊問 那我想上千,就是我們也不是說 單向的,有問題隨時可以插畫這樣 反正就是這樣說幾段 然後就是隨時都可以問 不然就是可能到時候會忘記問題 就是我們是在那個 鋪尾有個姊妹電台 然後我們就是每週都會固定去那邊錄音 就是,也是講那個有關六清污染的事情 還有一些 門家會不會熱? 可能沒有電動太美卡 不會不會 不會喔 因為那個關節有會熱 然後就是,然後我們也有發行 在在地發行那個電子報跟實體檔物 像大家看到那邊那個 就是會跟居民講一些說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要怎麼來應對這個 這個汙染的情形 要怎麼來解決這些汙染 請我們下一頁 謝謝 然後就是我們臉書 為什麼會做這些事呢 就是因為說 我們覺得 可能在既有的那個 資本體系下的工作 可能不是那麼的能夠解決這些社會矛盾 就是 這些議題 可能就是 在那個 一般上班的時候可以解決的 所以才會選擇說 來全職的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一開始是 原本來雲林這邊是 想要做那個有機農業 然後 後來是因為 後來發現說這邊 六星的汙染太嚴重了 如果 這個 六星這個汙染沒有解決的話 這邊的農業沒有辦法發展起來 所以我們就 轉換跑道 就是 變成推 那個 治理六星汙染這個 這條戰線 這樣子 就是說 我先跟大家介紹這個 因為這個可能 可能 如果 大家比較 最近發生的事 就是 李靖勇縣他之前是 因為那個 曾春美前環保局長他辭職了 然後 然後就是 李靖勇有在媒體面前說 他要公開徵選 新的環保局長 但是 但是他只有 出現過 在那個媒體面前出現過一次這個訊息而已 然後之後他就沒有再開 記者會或者是 或者是 大肆宣傳這件事 就是他 那時候 公佈這個訊息 就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投件 然後什麼時候戒指 然後需要準備什麼資料 都是 就是 在那個 雲林縣的那個 真人騎士上 然後還要點進去 就是 他就放在很角落的地方 點進去之後 要一直找 一直找才找得到 就是 就是 大家很難找到 然後 找到之後 他的 他的 他的那個 徵選期間也只有一個星期 就是 其實如果你要準備很多 資料 因為他還要畢業證書 或以前的 學經歷的證書 如果你是要 讓大家可以充分時間準備這個 那個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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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徵選的話 其實這個時間是很 很不足的 像我們那個 公民共推的那個 楊澤民博士 他也是 到最後一天 才押線 剛好把資料準備起 然後才送到 才又符合那個資格 然後他的 就是他很多 那個 過程就是 非常不公開透明 就是他 最多只有說 有 只有透露給 那個媒體說 有四名 候選人去報名 就說除了楊澤民博士之外 就是其他三名 但是他 這個也是因為那個 縣議會總質詢的時候 問李縣長 他才有 透露出這個數字 不然他原本也一開始 連幾個人 報名這種 不會涉及各自的事情 他也沒有想要 跟大家講 然後我們有要求他說 要 公佈那個 候選人的名單 但是他是用說 會影響到 這個 候選人的個資問題 但是其實 你只是透露那個姓名 不會有什麼 泄密的問題 因為就是他既然要當環保局長 但是就代表說他有 準備好要上任的這個 這個準備 他既然要上任的話 上任的話一定會 公佈他的姓名 然後大家會解釋 他的學經歷 看他 夠不夠格 當這個環保局長 就是他 所以 雲林縣政府用這個 個資 個資法的問題 來詭避這個 公開這個名單 其實是還蠻荒謬的 對 大家可以想念 謝謝 然後就是 那時候 到現在雲林縣政府還沒有公開說 是 是誰 是誰擔任這個 行動環保局長 然後我們是 在猜想說 是因為 他是想要以託代變 就是 他如果 他如果 貓然的宣布說 誰當上了新的環保局長 可能會引起 一陣畫懶 一陣畫懶 對啊 就是說 欸你怎麼挑這個人當環保局長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楊哲明博士 他不是 以前的那個 環保運動健將 然後也是 關注這個 空屋的問題 關心了很久 為什麼 這個 李竸勇自己 內定的人選 能夠 勝過這個 楊哲明博士 或者是說 他這個 他如果現在貓然宣布的話 他前面的很多那個 那個 公開 不公開的作為 也會被拿出來來檢視 所以他就是 想要把這件事情 就是 盡量 壓低音量 然後讓大家 不要住這件事 這樣他的壓力其實是最小的 然後 就是後來我們 在當天 呃 10月9號開記者會的時候 有 有 有一位議員 就問說 那個 是否李縣長可以同意說 之後 新任的環保局長 上任後 可以跟那個 林林的居民 開一個 公開座談 就是讓大家 來聊解說 這個 六星這邊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 大家一起來 商討說 要來怎麼解決 然後李縣長那時候是 是說 有機會的話 他會 願意促成這件事 但這裡面就有兩件事 就是 什麼叫做有機會的話 就是 李縣長他自己任命的人 他自己都沒辦法 製造這個機會嘛 就是他其實只要 安排一段時間 可能一兩個小時 讓大家來討論 而且這次本來就是 應該是 環保局長應該要 廣聽民意 需要做的事情 然後 其實現政府 是百般不願意做這件事 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 他有 答應說 會盡力的 李縣長有答應說 要盡力的推陳這個 公開座談 那很多人會 就是在地的 我們這邊在地的鄉親 有些人也會 覺得說 呃 這個公開座談 真的有效嗎 真的能夠 有效的治理六親嗎 就是會有這個疑問 當然說 當然說如果是 就那個法律的 層面來看的話 當然是公開座談 好像沒有什麼嘛 就是 也沒辦法拿 憲政府怎麼樣 憲政府好像也不會有 有什麼壓力來治理六親 但是其實是 我們是這樣看這件事的 就是說 至少讓這個 這邊的居民覺得說 以前 環保局長就從來沒有下鄉 跟大家來 作談 討論怎麼治理六親污染這件事 但至少現在是 一個好機會 大家可以 來詢問這個環保局長 看他對六親治理 有什麼政見 然後他到底有 夠不夠格來治理這個 六親污染 以及說就是 或者是我們這些 鄉親 大家一起討論出一些 合理的可行的 治理六親污染的方式 然後來詢問這個 環保局長 藉由這個公開座談的機會 來詢問環保局長 當面詢問 那個 來詢問他說 是不是有可能 這樣 來執行這些政策 然後等一下這個政策 等一下會展到 比如說是 呃 就是嚴格的集查 那個 六親裡面的 一些 違規的事情 因為目前很多都是 縣政府目前都是 就是 只 他五年來 只開了一張那個 空屋罰單 就是一張十萬元 就是 對六親 對 一張 開業到前展嗎 不是五年來 最近五年來 對 一張空屋的罰單 對 就是其實他 平均大概 每十多天 他就會違規一次 空屋的 違規 對 他如果是全部的話 違規要罰錢嗎 對啊 對啊 有時候他只是警告 但沒有 沒有罰錢 對 就是 所以只有警告 對 大部分都警告 十多天警告一次 對 但是 如果是那個 就是說 如果是他真的有心 想要治癒的話 應該是說 一有違規 就要開罰 像之前那個 宜蘭縣長 就是 他是 連續開罰 二十四小時開罰 然後一個月一次開罰 然後就是 還可以加重 對對對 就是看 看你要怎麼做 然後他是 後來就是 原本宜蘭他那邊 也是有水泥廠的污染 然後他就是 宜蘭縣長 他就是 藉由連續開罰 然後他一年 開了好幾百張罰單 然後累積下來就好幾千萬 然後迫使那個水泥廠 他就是改善他的製程 還有改善他的設備 對 就是 要罰到他在痛他才會改善 現在 但是現在是 原本宜蘭縣政府 是因為 民意壓力壓不住 他可能就是 宣誓性的開了一張罰單 或者是說他 有時候會有一些 對家床嘛 就是說 呃 你看 就是他比如說 我是那個機叉員 然後去到六星裡面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看你這邊違規了 那你是不是 是不是要 要改善 對對對 就是要交換利益 他有時候 如果六星有給那個機叉員 或是環保局 或是縣政府一些豪數的話 那縣政府就當然不會開罰 這樣 就是有這種交換關係 然後 就是 呃 也是 再回過來回來講到這個公開座談 就是說 也是讓那個 這邊的居民 藉由 因為如果他 那個具體的 提出那個 對縣長 對環保局長的質疑 或者是疑問的話 他必須要提得很具體 不然如果是 大家只是說 呃 環保局長我希望你改善六星污染 可是環保局長可能就只會說 嗯好 我會盡力去做 但是要怎麼盡力去做 他就沒辦法具體的回覆 對啊 就是 我們會希望說 這個 這個座談要讓 那個環保局長 沒辦法 回避 用一些很籠統 打高空的方式 來回避這個 提問 或者是座談的內容 就比如說會 商討出一些 像剛剛講的 那個 嚴格稽查 或者是 或者是 如果 屢次 屢次 違規 然後 就是 一直未改善的話 就是 可以熱令停工 像2012年的時候 連續發生兩奇大爆炸 而且那時候是上 上各報紙的頭版 還蠻大的一件事 那時候就是 其實 那個 可以熱令 就是 那時候就有熱令他 停工過 所以其實是 停工本來就是 縣政府可以有的 職權 就是他 為 旅券布金 會改善 的話 可以熱令他停工 直到他 改善為止 對 然後也是 藉由這個 公開座談 讓這個 名義 這樣凝聚起來 大家來討論 具體 討論出具體的 治理丘親方案 然後 給這個局長一個壓力 就是說 證明明 這些要求都很合理 那為什麼 做不到 這樣子 這樣子 局長 多多 可以請問 那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說 像這個汙染的指標啊 嗯 我們明知道是有汙染 像這樣子的天空 嗯 那就是說 那個 官方他們來 查核的時候的指標 不管我們民間 嗯 自己有沒有什麼指標 測量的指標 呃 是 有沒有辦法 有辦法 但是 就像那個 我記得是有一個 就是 民間的確是 的確是可以有 套的那個機器 不過那個機器 的確是蠻貴的 就一般人是 買不起 對 好像要幾十萬還是幾百萬 就測偏2.5那種 對 的確是有辦法 但是 嗯 可是就是 就 環保的那個 指標 然後要開發的指標 因為現在 我們就是 如果是 不管公部門 他們就是 公權力不張 這個部分 那我們自己 民間的部分 有沒有辦法提出 那樣子的指標 問 反問 那個 公部門就是說 我們已經 測量到這樣的東西 嗯 對 那 就是 我們民間 現在有這個力量嗎 民間目前 是 呃 會問 會問 因為我們常在說 六清污染 但是我們查無實據啊 呃 其實是 已經有實據了 就是 呃 中清的那個 環工系教授 中明傑 他也就是有 研究出 那個 六清他其實是 全台灣第一大的 那個排放汙染 就是他有 每年14萬噸 的排放汙染 然後 其他的 中 中火力發電廠 跟 小港 還有高雄那邊的 那個吃花園區那邊 只有6萬噸 就代表說 第二名跟第三名 所以他們有做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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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清會 否認這件事 然後縣政府 也會 就是沒有辦法指向說 這個是他製造的 可以指向 但是他們會 呃 沒有那個 公權力的問題 因為你假如是一般民眾 去 去檢舉 就沒有公權力 對 可以跟環保署檢舉啊 呃 像台北的立新廠啊 我們的做法 他陪伴 我們就打電話 他就派人馬上來查 然後 就 就罰錢 我們這邊也是就是 超